聆听红色印记八百壮士抗日纪念地 八百壮士抗日纪念地位之图光复录 1号到195号的四行仓库时 八百壮士抗日纪念地2014年4月4日 该指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世界文物 保护单位就指之上建起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经整修后于2015年8月1、3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 总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分为去听 血熬松火、坚守四行、孤军抗争等六部分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是与四行仓库共存亡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松户抗战爆发中 日双方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大会战 10月26日日军攻陷大厂江湾、渣北、妙刑地区中国首军副辈受敌战局危急 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 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和引南阵地 谢晋元队全体官兵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 现在我们四面被 日军包围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 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 只要我们还 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贫到底 全体官兵表示 是与四行仓库共存亡 八百壮士 英勇抗日十月27日中午 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逼戒 当即遭周边阵地守军 顽强抗击日军 扔下数据尸体霸头回断 随后日军纠集兵力 再次扑向周边阵地周边守军 进行英勇抵抗后退入仓库 日军占领周边阵地后 立即目攻仓库大门 日军兵力几倍于守军弹 八百壮士 陈卓应战事日日军遗失八十余具 随后几日日军动用飞机 坦克连续向四行仓库 发动梦力进攻 八百壮士 凭借坚固攻势顽强抵抗谢金元 亲手避敌一名日军屡遭重创 毫无进展四行仓库 威人异地 苏州河南岸人民驻族观看北岸 八百壮士 抗击日军 八百壮士 孤军抗击日军的英雄壮举 震撼了全国人心颖 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和尊敬 饱受日本侵略军 摧残凌辱之苦的同胞们 以各种方式支援孤军 表达他们对 八百壮士 来爱戴与敬佩上海客戒军众 连日丹氏湖江 热情 未劳抗日勇士信件 食品 药物源源不断地送入四行仓库 八一三事变中 日军对四行仓库进行攻击图 为四行仓库墙面留下的弹孔 就在战斗 进行了最激烈的二十八日午夜 女童子军杨桂敏 把一面国体裹在身上 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 县北八百壮士 第二天凌晨 八百壮士 在敬礼的号音中 将杨桂敏献送的国旗 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大楼顶上 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 隔壳观战的群众 欢声雷动在场的外籍人士 也无不为之动容孤军挨戈 八百壮士 在四行仓库孤军抗战 引起了上海公共租借当局的不安 他们害怕战事的继续会危及租借安全 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孤军撤退谢晋元 接到撤退命令后 当即代表八百壮士表示 是与阵地共存王后 经在三殿令八百壮士 采辉类表示执行命令退入租借 2014年4月4日 四行仓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世界文物保护单位 八百壮士 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四天四夜必敌二百余人 伤敌不计其数 陷进元团仅牺牲五人 受伤二十六人胜利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 八百壮士 在四行仓库英勇抗日的辉煌壮举 谱写了一页抗击外敌侵略的壮历史 偏四行仓库金照资料链接 四行仓库 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占地 三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 宽六十四米深五十四米 高二十五米 建于1931年 它原始自家银行 京城 延业 中南 大陆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